三十二一超辣书法家赵云,谢明赵新颜,近日结婚不到一年惊爆婚变 赵云认为,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多修杰凯跟贾静文 贾静文与修杰凯婚后约有一对布布,宝妞 以及吴童妹,一家五口幸福和乐,贾修夫妻不识大方晒恩爱献煞众人 贾更是演艺圈中的辣妈咪,没想到25日有媒体曝光贾静文的素颜照 贾静文和修杰凯夫妇作为娱乐圈里最具代表性的姐弟恋组合 一直以来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与祝福 另一方面,贾静文尽管生过三胎,不论颜值与身材都维持得很好 就算贝贤有双下巴,他也急得立刻动起来健身 看来自我要求相当完美,并高EQ写下 被挑踢才会有动力,我爱运动运动爱我,让网友大赞 有媒体近日更曝光贾静文素颜,绑着包包头 随心穿蓝色大衣现身机场的照片,虽然没用化妆品遮掩 让一双水汪汪大眼惊险的无神,眼带也看起相当憔悴 不过他天生立直依旧难以掩藏,外貌看起来仍宛如少女般亮眼 消息一出,许多网友看后羡慕表示 四十多岁三个孩子的妈,真的保养得好 另一方面,吴童妹日前在IG发文 爸爸,孙志浩,把我的IG删掉了,暂时不能PO了 并附上哭脸表情符号,但底下却PO出田篓修杰凯麦蒙的照片 看来两人不但不因没血缘关系而交恶,先前的矛盾更是已完全化解 修杰凯更早已将吴童妹当作亲生的女儿看待,成为吴童妹的最佳玩伴 谈到吴童妹正直青春期是否叛逆 贾静文表示 她是双子座的,很冷静,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跟我讨论,我们就像姐妹 是否担心女儿谈恋爱 贾静文笑说,没听说她喜欢谁 但是听到很多小男生说喜欢她,觉得她可爱 吴童妹很会保护自己,保护色很强,我不担心她谈恋爱 比较担心和她谈恋爱的男生,她也忍不住模仿起小男生告状的口气说 呜呜呜,吴童妹都不理我 修杰凯和贾静文结婚后,育有两个宝贝女儿布布和布妞 美美晒出两姐妹的萌罩,总能融化网友的心,坐拥超高人气 由于布布和布妞实在太可爱,不少演艺圈的友人都忍不住登门拜访 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孩子送作堆 而与修杰凯琴同兄弟的小鬼,黄鸿生 最近透露为什么布布每次看到她都会爆哭,原因让人超傻眼 在IG表示,你知道 小女孩看到我,为什么会哭吗 只见视频中的她慵懒地坐着滑手机,面对问题很自信地讲说 我太帅啊,小朋友在我身上可以感受得到 哇,这个荷尔蒙好强 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样,看到我就心脏扑通扑通跳 所以就很害怕,所以才会哭 由于在PO文中标记了修杰凯和布布 可以得出她口中的小女孩就是布布 网友对于她超级自恋的说法 纷纷笑翻留言原来是因为你太帅 和尔蒙好强哈哈哈哈 有病就该吃药,果然外星人脑袋 那以后看到你不是先尖叫而是大哭 好,下次看到你先哭就是了 真的被帅哭,帅到哭哭 43岁女星贾静雯拥有洞灵外表与完美身材 三年前嫁给了小他9岁修杰凯 一连生下可爱女儿布布 婚后生活幸福到令人称现 连近日离婚的赵新妍也直言不想再婚 只因世上不会有这么多的修杰凯与甲静雯 现在就有媒体曝光甲静雯素颜现身机场的照片 少女般的模样也让网友感叹难怪修杰凯这么爱她 近日有媒体曝光甲静雯穿着蓝色大衣 绑着包包头现身机场照片 甲静雯虽然因为素颜的关系 一双水汪汪大眼睛显得有些无神 没有用化妆品遮掩的眼袋让她看起来颇憔悴 不过这依旧难掩她天生立直 整个人看起来仍如少女般亮眼 也让女性网友看了羡慕不已 四十多岁三个孩子的妈真的保养得好 甲静雯 甲静雯1974年10月7日 台湾出生的女演员节目主持人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一夜 被星探发现而入行 拍摄爱之味妞妞甜八宝广告 后担任儿童节目主持人 再成为知名女演员 以天屠龙记堪称其代表作 前夫为孙志浩 第二任丈夫为演员修杰凯 渐入中年更显成首美 其地位歌手 作曲 作词人 组合员为觉醒至位思理 地席为演员朱昕 作词人